回到新闻现场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星期三表示 面对系统性的问题 欧元区需要进一步整合银行与财政 并且加强管理 做出历史性的决定 巴罗佐告诉欧洲国会说 所有的会员国或许无法了解局势有多紧急 需要进一步的整合欧元区 为了让欧洲的共同货币能够永续经营 这是责无旁贷的 目前已有许多受紧缩政策影响的欧洲民众表示不满 而欧盟的一些立法者们 也积极地维护他们对欧盟决议的否决权 在此背景之下 基于德国与其他国家的考量 要让领导们说服他们的选民要进一步整合 可说是变得极端困难 但是巴罗佐表示 一个更深入的经济与货币联盟 需要肩负更重的责任与合法性 让民众参与辩论是绝对必要的 他告诉欧洲国会 整合将会透过更强的银行与财政整合 并且加强欧元的管理 13号受西班牙影响 意大利财政部拍卖65亿欧元一年齐国债 值利率上升至3.9% 引发外界对意大利偿债能力的担忧 意大利西班牙为欧元区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 若双双倒下 整个欧元区恐将再结难逃 债务危机进一步加深 欧元区领袖希望能在6月28到29号的峰会上 推出一个财政联盟的路线图 新唐人记者戴士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